超級市場,很多貨物都是買兩件,然後開始減價 所以現在很多商店都模仿了超級市場的做法 例如街市,買兩斤菜市場才會便宜,買一斤菜市場會貴兩運 所以有時做生意,推銷術來講,就有些少是哪個 其實很簡單,如果你是買東西的,不要說你是多少錢 你不要說買兩件,買三件,然後才有減價給別人 做生意的手法來講,就相當令人倒意,對嗎 形成一個習慣,就變成一個壞習慣,是不是叫習慣 對不對 好像那些金魚膳,買兩件就39.5元,買一件就22.9元 那你是不是很取巧,所以有時很多時,大大的出級市場 很多時就是這樣,將價錢這樣標榜,買兩件會便宜 是不是很貴,那差不多成40元,買兩件就29.8元 這樣取口,取口法就覺得不太好,那你便可以將它拆開 所以有時香港做生意的人,現在全部都模仿了那些大出級市場的做法 就是買兩件便宜一點,好像這些利是餅 一包單價就28.8元,但是買一送一,換句話來講 這些利是餅就是14.8元,對嗎 但是如果單價就14.4元,平均來說,對不對 所以有時真的非常取巧,對不對 其實在商言商來說,我覺得始終也是的 你買一件貨品,就多少錢就多少錢 你不要說買兩件又多少錢,買三件又多少錢 又便宜多幾元,對嗎 就是好像以前那樣買那些八公斤的米 或者五公斤的米,買兩包才便宜一點 如果買一包便宜一點,如果現在拿兩包八公斤的米來講 是不是非常之重啊 那些老人家來講,你叫人家怎樣拿啊 還有五公斤,拿兩包都難頂啊,對不對 所以很多時候來講,現在的超級市場 幟哥們,真是很說不要聽,他們的東西也是非常之... 那麼價錢是令人有差異的 買兩件的便宜半價 這些灣仔的水餃呢,便非常之是好吃的 非常之好吃的 買第二件便宜半價 是吧,買一件便宜貴一些,買兩件便宜一些 好像這些這樣,這些價錢來講真是 好像四周那些,現在我看上去,這個市場很多貨品都是 買兩件便宜些,買一件便宜些便宜些,買兩件便宜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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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做生意來講,我覺得你現在是斷包斷見計,反而那些銷量反而多了,去貨量特別多了 現在很多都是買一宵,買二送一,非常之是取巧 現在發覺這裏很多單價來講,都是買兩件多些 好像這些,六個九人錢,加多一元便宜些便宜些便宜些 現在好像熱浪來講,一般來說都是不用六個九人錢一包 是直接熟,這麼小李包ened 所以我這邊需要買很多薄些,幾乎不要太薄些便宜些便宜些錢 一件是25.9元,買兩件35元就有兩件 我也不知道爲什麽那些所謂測試人 將課價形成了現在一輪來説 在香港市場買東西來説 要別人買兩件才便宜幾元 如果你買一件便貴很多 好像這些單價12.9元 買兩件便便宜了 平均便宜10元 買一件便宜12.9元 你買一件便貴了2.9元 可想而知 很多糖果都是一樣的價錢 都是買兩件便宜的 是不是 買兩件便宜的 這些全部 買兩件便宜15.9元 可想而知 現在連街市都 那些菜灘都說明 都寫明了 好似北河街的街市 那些集團性的蔬菜 那些公司 多數都是買兩斤多少錢 買一斤多少錢 全部都行為 全部都行為 模仿了 超級市場的銷售 的手法 所以 其實應該 應該是要取締這些的 你買兩包米 五公斤的 喂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說長者 青年人 那兩袋的八公斤的米 都很困難 一袋米都很困難 很重 是不是 我亦都希望 那些超級市場 能夠改進一下 不要經常將 將貨價 要買兩包便便宜幾元 買一包便貴一點 不行 那你可以 你既然買得出去 你已經成本和什麼 都算了 那你便可以 一包價錢來買 那一包價錢來買 我相信 也有很多顧客 是樂意幫襯的 對嗎 你突然間 叫人家買兩包 這些花生的買兩包 喂 大哥 你買一包 你不要 有時候叫人家 要買兩包 這樣 不過這裏便宜的 21.9元 現在減了17.9元 那這裏沒有 但是這裏 那些蝦條就有了 蝦條那裏 就是擺明了 那很多時候 都有這樣的情況 那現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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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都是買兩件 那那裏都是買兩件 買一件便貴些 那一樣 是看價錢吧 那這些 那這隻蝦 那這隻 那些急凍的圓 一只大虎蝦一包是62.9元,买两包是95元,买一件就要62.9元,差不多63元 这个就是越南的急动大虎蝦 好了,这条片就拍到这里,多谢各位收看,拜拜 现在葵涌货位码头就没有以前那么繁盛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那些吊机,就是那些叫吊塔 一般他们的人就叫吊塔,现在黑色那些,12345 现在我看到都有六个吊塔在这里 有几天吊塔,最主要来说就是那些货柜已经少了来香港 或者需求少了,以前不是的,以前樊城那时候 货柜路那里,成几千架货柜车是不停地来回地落柜的 但是现在真的可以说得,葵涌货的码头呢 这里就真的非常之是静了很多的了 以前啊,这里一直都看到那些龙门啊,那些塔啊 和那些大的货柜船啊,都停泊了所有的码头的 所以码头岸边那里,很多时候都是泊满了的 要排期才可以进到来工作的,有时候 但是现在就少了很多了,现在是吧 因为最主要来说,为什么呢 在中国大陆那里呢,已经多了很多那些直接出口的货柜码头啦 可以舍口啊,那些地方啊,或者是甚至乎是,可能是上海啊 厦门啊,啊,盐田啊,啊,啊,那边呢 那边就已经真的非常之多,好像黄澳啊,这样啊 现在就是设了很多那些货柜码头了 所以故事来说,大大话话来说,都可以影响到香港的货柜业的发展 以前不是的,以前葵宗货柜码头,所有的货柜船是经过香港落货之后 整只柜是搬回中国大陆那里,或者由中国大陆那里寄货来香港 直接寄上货柜船那里寄去世界各地,但是现在就不需要了 因为它自己本身都有货柜码头,所以故事很多时候都由他们的地区直接运出港口 所以现在香港货柜业来说,真的可以说是差了很多,这些真的可以有目共睹 如果现在你搭车经过货柜码头,培充这个大的货柜码头 真的可以说是很萧条的,以前不是的,以前除了荷兰的货柜码头 第二就已经是香港的货柜码头了,甚至有些人说,香港的培充货柜码头 还大过荷兰那个阿姆斯特丹那个货柜码头 因为我又没有去过,我又不知道,我都是听闻的,是不是 顾问论什么都好,现在香港的货柜业来说,已经是可以说是差了很多,是不是 先说,好话不好听,经济的发展是一日千里的,是吧 任何地方都是,一帆名,一帆盛的时候,那些货柜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是吧 甚至好像有45呎柜,不知道我没有说错,我不知道 有45呎柜,40呎柜,还有20呎柜,有几种的 现在这个货柜码头都已经是,相信不久将来就可能会发展这个地产的了 因为它都不需要那么大的货柜码头进货,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它都会分散去国内很多地方了 所以故事都是少了很多,是吧 再加上香港的工业来说,都不是很多的了,如果靠香港直接出口的工业来说 我相信是很少的,以前不是的,以前香港工业全部都去到广东省内 例如东莞那些地方,一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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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很多工厂加工的 现在就听闻,就已经是昔眉了,没有以前那么强盛了,所以故事有好,大陆上,如果你搭火车经过周边的,以前加工的工厂来说 已经是可以说是楼空了,即是楼已经击了在那里了,是吧 大量的工人都已经是撤离了,是离开了深圳的附近,或者是广东省附近 现在回到家乡那里了,因为他们家乡的发展也都是非常蓬勃的 因为现在道路的发展,你有时回大陆也看到,现在或者你上网也看到那些网友拍出来的影片 真的非常繁盛的,我说不要听,物价都非常高,在那里的价钱 是拍得住香港的,很多物价来说 但是很奇怪,如果以它的收入比例来说,和物价比例来说 真的可以说,也有这么多的大陆的朋友都可以承受,可以负担 这些来说,令人很感觉奇怪,对不对? 现在一般大陆的工资来说,当然也都是高了,没有以前几十年前的时候 初初开佛80年代的时候,都是找得很少的,听说都是几百元 现在不行了,现在要几千元的了,你租一层楼都要千多元了,刚才 没有说有两三百元的房子给你住了,真的可以说是不同的 好,顾物论什么都好,只不过和网友分享下,由80年代到现在来说 这个码头的发展的情况,还有现在大陆开放了之后 真的开放得欣欣向宁,各样东西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好土之中,但物价是非常高的,包括食肆方面更加厉害 还有街边的小食也很贵 好了,这条影片就拍到这里,多谢各位收听,拜拜